常常有人会问我 你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的 那我都会这样的自我介绍 我是家庭教育工作者 好 然后脑机咨询师 好 那大家就会很纳闷 家庭工作者是在做什么的 我都会这样说 我管很大 好 举凡你的家庭中的所有成员 我们家庭有哪些成员 有夫妻 对不对 然后有亲子教养的问题 还有手足 有两个孩子的就会有手足的问题 还有大家最关切的就是 姻亲关系 婆媳相处的问题 还有你个人的内心成长 等等的这些通通都归我管 好 那脑机咨询师 大家又是一个问号 什么是脑机呢 就是我们从出生的第一刻到现在 我们所经历到的每一个人事物 都会在你的脑海中停留成一个印象 那这就是你的脑机刻痕 那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 检查的量表 帮助你认识自己 认识他人 那我们就会依这个脑机的报告 来修正夫妻的相处 然后认识自己的一个依据 理科人类工程学院王国河教授 大概三四十年的时间 非常有经验的 他把所有的家庭教育 弄了几个 一个是四够教育 六大心理需求 四够教育的第一个 爱要够 爱真的很难讲 你很难三言两语就把爱讲出来 能说出来的也不一定是爱 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 爱够它一定要有个说话公式 正面的语言 温和的语调 什么是正面的语言 鼓励 肯定 赞赏 礼貌 体贴 询问 关怀 什么是负面的 责备 恐吓 威胁 利诱 只要你这些负面的语言一出来 爱就消失了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 我爱你 我们有没有经常听到 这个我爱你这一句话 好 那我请问大家 我爱你的我 你认为是生产者的 请举手 我爱你的我是生产者 好 谢谢 你认为我爱你的我是消费者的 有吗 好 谢谢 我在想我工作这么多年 十几年来了 大概我每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说 我爱你的我是生产者 可是我说 这个答案不对的 因为我爱你的你 你才是生产者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对我好 我们讲另一半 我跟另一半说 老公我爱你 为什么我爱他 因为他赚钱给我花 你会对我很好 你会送我礼物 所以我很爱你 所以你是生产者 我不过是消费你给我的爱而已 所以我们下次以后讲 我爱你 我们把它改成我需要你 好 那什么情况下 我们才能够说 我是真正的爱的生产者呢 有一天我老公生病了 失业了 我还能够爱他 包容他 体贴他 这个时候我才能够讲 我是真正的爱的生产者 那再来我们讲亲子关系 妈妈说我很爱小孩 我很爱我的儿子 那么谁是生产者 谁是消费者 我们以刚刚的那样的一个 推演下来的话 孩子就是爱的生产者 那妈妈也不过 孩子很乖 妈妈说我很爱你 我们也不过是在消费孩子的乖 消费孩子给我们生产爱而已 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 调皮捣蛋 成绩考得不好 我们还能够爱他 包容他 体贴他 这个时候妈妈才是一个什么 爱的生产者 家才会充满的爱